被關在籠子裡的混種比特犬 一見到有人靠近 立刻大聲狂吹 模樣十分凶狠 女鄰居秀出傷口控訴 3號下午4點多 這狗狗突然間朝他衝了過來 咬傷他的右大腿 鄰居雙方似乎早有過節 狗主人說狗狗是在市場邊撿到的 已經養了一年多 平常都有綁著 沒讓他亂跑 但被咬傷的女鄰居表示 已經三度被咬傷 狗主人總是放任狗狗到處亂跑 因此這一次堅持 要對市主提出過失傷害告訴 我被牠咬了三次 我的狗狗也被牠咬到 那個狗完都裂開 牠的狗從來不綁的 牠就是一隻在馬路上跑 然後一隻就坐在摩托車的踏板上 沒有啦 沒那麼多啦 我有搞多少不關 警方也特別呼籲民眾飼養貓狗等寵物 為採取防護措施導致寵物咬傷人時 將面臨刑法過失傷害罪之外 還有民法的損害賠償責任 自主千萬別掉以輕心 TVBS新聞邦志誠屏東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